喔!成功了! 豈有此理 因為我真的 Gopro收到超級買 不知道就以為被拆偷了 然後我發現開鏡是沒有電的 原來每次用完之後 電也是要分開放的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ello 我是Chelsea 今天就有一個特別的音樂 所以要出去買生日禮物送給師兄 話說PS5 Slim 其實是12月20日已經推出了 今天是12月22日 是冬至 我公司要放假 師兄就要回到 所以趁著他不在家的日子 就買給他了 我希望現在可以很順利買到 然後放回家 接他放工 Let's go! 我快到了Times Square的風窄 其實為什麼選擇Times Square的原樣呢? 是因為Times Square比較多 那樣東西 那樣東西 還有我在網上檢查了 風窄在Times Square的分店是有限給我的 那就看看吧 好了 話說剛才說Times Square是買不成的 因為風窄是定價地買的 但需要你一定要買配件 才可以享用買那部機的權利 或者你是風窄的特選客戶 那我買 買配件是可以的 因為Anyway都可以買多一個手勢 那我就跟司令一起玩 但是問題是 他沒有我想要的顏色 所以我都不會強行買 那呢 現在呢 我就來到Hesun這裡 Hesun其實是有Sony的專門店的 那我來之前已經打了個電話 就問有沒有現貨 他說有少量現貨 那我儘管看看買不買得到 唉 為什麼買相機可以這麼複雜的呢 好了 那我現在來到Sony了 因為店舖就應該不能拍的 我就 我就看看真的買不買到那部PS5 Slim了 那現在在Sony專門店就買了 因為其實老實說 白老會炒價啦 風窄又叫你要買配件 但是Sony專門店是完全什麼都不用買 而且你登記了做會員的話 還有90元的即時回賣 那完美 那我當然是今次不用我自己的帳戶 或者不用CK的帳戶 我就用全新的帳戶去做這件事 記住是新登記的會員才會有這個優惠 詳情的話 你去買的時候就問店員 那他就會幫你去做這些東西 這個店舖的色手掣也挺漂亮 行呀 晚一點 可能跟師兄過來看看 究竟是要買什麼色手掣 這個就是 這個應該是舊機來的 新機我印象中好像有一環 不是 然後這些就是其他配件 老實說 如果你是買任何Sony的產品的話 真的去專門店 專門店超級好 還有服務也好 還有加拿很少人 完美 買了現在 換回家了 因為原來Sony是沒有膠袋提供的 還補袋加10元 那我開錢就抬回家了 拜拜 沿途我想說捧著這盒東西是超級觸目 因為今天早冬 應該都很多人出來 或者是早放啊 逛街啊 買點菜 沿途有超過至少20個男人 因為我在溪神走下來 然後大家都是看著這盒 不是看著我 是看著這盒 超觸目 然後有些小朋友就 嘩 PS5 好 好 希望你收到喜歡 老實說 其實它又不是很重的 但是拿的時候 也有少少困難 因為我記得 PS5那時候看片是有手抽 但PS5的名字是沒有手抽 所以如果是買的朋友 就一定要記得大個袋 開箱就等他回來自己先拆禮物 今天晚上 那我現在就吃少少東西 就出門口接他了 應該可以有四個字的吃飯時間 好了 我今天是十一點半就出門口 但是問題呢 在Times Square那裡 走了好幾間 又有少少塞車 然後搞了一輪 現在都差不多兩點 那他三點下班 那我看一下 快吃 接著就去接他 你可以入屋了 好呀 這個就是小姐送給我的 PS5 Slim PS5 Slim 其實是今年才推出的 12月20日就在香港 就有了 這個是真金白銀 小姐買的 完全不是贊助 我都未開的 所以現在就開箱來看看 小姐會開的 這個就是我今天拆回來的 話說其實它也不是很重的 老實說 我在銅鑼灣這樣拆回來 大家應該也有看過Mimi的 那邊的男人捧著 今天至少我二十個人 都是這樣看我 很可惜沒有拍下來 不要弄了 這個盒子 一來就 好 有插收 三腳插來的 因為是原廠 這是什麼 好重不會丟 這是什麼 因為它其實是可以打平放 即是打動放和打平放 這次打平放 就加了兩個托 這兩個托 就可以這樣 令到那部機器 可以這樣托在那裡 就打橫了 因為我們沒有那麼多位 都會打橫放 所以這兩個東西 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說 好 幸好我沒有丟 記住不要丟這個 它是這樣的 這個是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今天進去店 就問你們有沒有PS5 Slim 這個是甚麼 這個是HDMI線 這個 這個 應該是Type-C 用來充電 Type-C 去Type-C 的充電線 其實質感很好 我今天有看中了桃紅色的 但我沒有手買 按一下 我可以 我應該這樣 給你這樣拍 手就是這樣 然後 很明顯我沒有打過機器 哇 我拿到牙齒 打橫 你的樣子不要那麼害怕 要是你要求我幫你開箱 但你卻很害怕 先把盒子放開 那些我隨便放在桌上就算了 我現在應該打橫把電線打直 打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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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賤一賤 給你一個膠 OK 哇 它真的小了很多 因為我今天 其實Sony的專門店隊 見過它的PS5 就沒有這個環間 大部很多 這個很小的 光碟 對 這個光碟 對 然後看完後面 這些全部不知名的插頭就在了 麻煩你介紹清楚一點 因為全部東西都不是我 不是我認識的東西 不是我專長 簡單來說 我從來都沒有打過機器 這個就是我們的PS5 Slim 今天我沒有時間去玩 只是開箱 還有想買多個手掣 跟小姐一起玩 這樣才開始再玩 為什麼會選光碟版 是因為 雖然買Game Digital 真的會便宜一點 因為你有訂閱 但我們是有很多的 Blu-ray 對 所以我們會買光碟版 所以我們有多一個用途 是我買了光碟版 不是你買了光碟版 OK 我們再玩到的時候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好 你已經買了一個 可以一年保養 正哥不會打破手掣 我真的強烈建議大家來專門店買 4000元 可以選120元 比昨天還便宜 所以我們現在是$468元 買了一個新的手掣 因為這個手掣是給小姐 是我買的 我們是在希腎的Sony買 非常之好 還有 staff 超級好 有穩陣 一年保養 OK 一定要keep up 不過打機的人都會keep up 是你才不keep up OK 我們就買了一個新的手掣 很漂亮 這個粉紅色是我一眼就看中的 因為它是新推出的顏色 它不是偏向亮面的粉紅色 或者比較淡的粉紅色 它是有少許桃紅色 然後磨了質地 手感超好 這個是我人生第一個 遊戲機手掣 我們也是在Sony的專門店買 就是在希腎那間分店買的 跟我們的手掣一樣 我已經安裝好在我的電視上 其實很簡單 就是先插HDMI線 還有我原本買這部電視的時候 已經預備了會有PS5 所以HDMI都會有一個4K的HDMI頭 我已經安裝好就在這裡了 我又買了這個PS Plus 它有三個價錢 我就買了中間的那個版本 不是最貴的 但可以玩無聊的遊戲 可以玩UNO Monopoly 這些是我玩的遊戲 Spider-Man這些太高階 不適合我玩 我又下了一些遊戲來玩 我只是買的遊戲 暫時只買了這個FC24 我們沒有買其他遊戲 好 那這個就是我的生日禮物 就是小姐送給我的PS5 Slim 好 那如果各位男士 還沒收到你的PS5 Slim 的話 記得分享這條片給你另一半看 但我不是毫無付出 就可以得到這部機 師兄都買了Harry Potter的碟給我 那我就可以用PS5 Slim的幫碟機 就可以看我最喜歡看的 是 Harry Potter系列 但我想說 我現在才發現原來PS5 Slim 它只可以看到Blu-ray 但播不到CD 原來是 大家留意一下 以前PS3還可以 PS3和PS4都好像可以播到 但我發覺現在是播不到 我現在才知道 所以我們這些碟就聽不到了 另外除了買這個東西之外 其實我還買了其他東西 給小姐我才換到這部機 那究竟我買了什麼 大家留意一下我們下一條去台灣的Vlog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這條片 記得按LIKE和SHARE我的影片 還沒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們 記得訂閱我們 我們Facebook和Instagram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